12号晚间八时许 正在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 宏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 在结束一天的主要行程后 参观了天安门城楼 请看报道 夜色降临 华灯初上 宏都拉斯总统卡斯特罗一行 在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 华春莹等人陪同下 登上天安门城楼 在这里俯瞰天安门广场 眺望北京的天际线风景 刚刚休憩一心的天安门城楼 是明清两代北京皇城的正门 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在这里举行 在参观完有关天安门历史的展览之后 卡斯特罗总统写下留言 他说 第一位到访和认识新中国的宏都拉斯人 是左翼作家拉蒙·阿玛亚·阿玛多尔 他在1952年访问中国 并登上天安门 今天又有一位宏都拉斯女总统 来到了这里 这是个千年历史 与新中国现代文明的融合之地 这位宏都拉斯女总统